來吧 王子哎打個雙看看好 哥 這有錢人他就是就一樣好 真會享受 哎 要是我能有這麼一套將盡房 讓我倒插門我也願意 倒插門 你個大老爺們的能不能有點補氣 好好工作啊別想那麼多了 哎 就我們身在這裡工資啊 那挣他一輩子也挣不出來 我覺得呀還是綁個富婆比較實際 富婆啊 實際你個大頭鬼 你有什麼好的呀 哎我怎麼了 我這要身材有身材的 我要肌肉我也有肌肉啊我 說呀 接著往下說呀 下面幹什麼啦 要臉蛋沒臉蛋是吧 哈哈哈哈 別想啦 行了這輩子都沒了 賺這種房子呀 少說 也得二萬五一瓶 或許根本就不適合我們這種人吧 哎 我是不可能了 不過還好你 來了這麼久 應該存了不少錢 好 你還有機會 我來公司五年了 剛開始 也是你這樣的想法 再努力幾年 存點錢 我也買他娘的一套 可是現在不這麼想了 為什麼呀 房價從五千漲到了三萬 我的工資 才從三千漲到六千 買什麼呀 買個大頭鬼哦 喂小妹 你在加班呢 我馬上下班了 真的呀 你過來要來嗎 那太好了 我也想你 當然想你了 啊 那你早點睡吧 晚安 嫂子 還沒結婚呢 我們不過也快了 哎黃哥 你叫嫂子幫我介紹個女朋友唄 我都三年沒談過戀愛了 哎 說清楚啊 只管介紹 可不管包干到戶啊 我意思 毛子啊 趁年輕 都努力一下 存點錢 以後娶媳婦 可要花不少錢呢 那得存多少錢 哎黃哥 你存多少錢啊 十五萬 準備 回現場裡面每套房子 開春 婚事給辦啊 嘶 嘶 小曼 張醫生 幫我拿一盤文族 我朋友最喜歡這個 那好 這個還挺好看 哎老公 你看 這盤可以嗎 可以 來拿著 我嫂媽給你錢啊 哦不用了 你們倆經常關過我生意 這個 算送你們的 那怎麼好意思呢 小曼 你怎麼了 你 是懷孕了吧 我就是一名產科醫生 這樣 你去我們醫院 我幫你檢查一下 不用 不用了 詹醫生謝謝 你那麼客氣幹什麼呢 你看 你送我花 就把我當成朋友 咱們都認識這麼長時間了 再說了 這懷孕是好事呀 這樣 你一定去我醫院找我啊 那 這花我就不跟你客氣 我拿走了啊 記得一定要來哦 走吧 經過檢查呢 你的胎兒情況不是很穩定 你說什麼 自己做不住了嗎 你看你 我這話都沒說完呢 你那麼激動幹什麼呀 你這樣的情緒啊 對胎兒是會有影響的 以後不能這樣啊 因為你現在呢 是高齡產婦 胎兒不穩定的情況 很正常 所以你不用緊張 以後呢 你要記得早睡早起 不能太累了 另外一定要保持心情愉悦 還有 像香水這種化學品 以後就不要再用了 我會給你開一些叶酸 你回去接待 好的好的 這樣能保住孩子 你說什麼 我就怎麼做 另外 以後你出行的時候 最好有人陪在身邊 這樣安全一點 哎對了 今天產檢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老公怎麼沒陪你來呢 我是一個人 沒有老公 小麥 你別怪我多管閒事啊 生孩子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勸你還是考慮清楚 你想想看 孩子一生下來就沒有父親 你讓他以後怎麼在社會上生活呀 再說了 作為男人 他就應該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 不管是行為上還是經濟上 我是自願的 我是自己想要這個孩子 跟他沒有什麼關係 而且 我相信 自己 有能力獨自撫養這個孩子 我沒有想過取他就他的事 雖然你已經考慮清楚了 那我也就不多說了 我給你開的藥 回去借著吃啊 張醫生 你怎麼到現在 也沒有要個孩子呢 啊 我是丁克 是丁克 你先生也是同樣的想法嗎 他當然是了 那我先走了啊 你給 毛子姐上的女朋友挺不錯的呀 他倆最近打得活了呢 那就行 還對啦 我覺得 我們在 住的這兒挺不方便的 要不這樣 咱們還出去住嗎 出去住多貴呀 再說了毛子最近 談戀愛呢 回來倒飯啊 我沒事 我沒事 王哥 你忙啊 哎 哎黃哥 黃哥 黃哥 哎黃哥 要嫂子 黃哥 要不你帶嫂子出去玩會 我倆小時候 算了你不用管我們 小燕照亮我們出去出去 哎 哇 重慶的江景真漂亮啊 果然名不虛傳啊 那是 哎幫我拍一張照片 這邊這邊 我看看 我看看 哎你看這後面的夜景真漂亮啊 那是啊 不過 漂亮 你漂亮 你怎麼會過來啊 啊 楊哥 你說以後 咱們能買一套 江邊的房子就好了 這樣啊每天下班以後 就可以看漂亮的江景了 哎 我帶你去個地方 什麼地方 保密到了你就知道了走 哈哈哈 哈哈哈 老公 我把你衣服拿到洗衣機去啊 啊 好 經過減查呢 你的胎兒情況不是很穩定 以後呢你要記得早睡早起不能太累了 另外一定要保持心情愉悅 還有 像香水這種化學品以後就不要再用了 不行 你剛說什麼呀 啊 我說把衣服給你放到洗衣機里面 你最近怎麼回事啊 衣服總是亂扔 我在家裡 這應該自由自在 這怎麼自由自在 也不能亂七八糟啊 你自己順手就可以做的事情 幹嘛要把別人也弄得那麼累呢 好了好了給車頭 行了現在就別車頭了 我們早點休息啊 我還要看一份醫學報告 你先睡吧 別弄得太晚了 你怎麼到現在也沒要個孩子呢 我是丁克 那比先生也是同樣的想法嗎 他當然是了 了 馬上啊 你不會騙我吧 沒有 哈 可以睜開眼睛了 哇 誰的房子裝得這麼漂亮 啊 哇 非常嚴謹 蠢 嗯 你說你怎麼會有這道房子 要是 你不會買來 想給我個驚喜吧 你想多了 我怎麼可能買得起這種房子呀 這呢是我裁妝修完的精裝房 今晚咱倆就住這 啊 住這啊 不好吧你說萬一被房東知道了 多不好意思 沒事還沒交房呢不會知道了啊 憲哥 算了吧 咱們還是回去住 哎 我說住這就住這 就算天塌下來了 還有強哥給你撐著呢 走 咱倆去看看你強哥的手藝 要是有什麼不玩意的地方 就直接提損 以後啊咱倆婚房 不要親自裝修 這裡呢 這次主播了 以後咱倆睡的地方 睡著舒服 哇 哇 這也可以看到將近呢 好漂亮呀 漂亮吧 嗯 走 這裡面呢 還有一個小房間 就是以後 讓我小朋友玩家 喜歡嗎 喜歡 走吧 咱倆啊 洗手洗手洗手睡覺吧 成效一顆值千斤啊 啊 玩 啊 啊 啊 哎哎 哎呆呆呆 你不是這浴室的門 哪是玻璃的 透明了洗澡的時候碰漢頭 這個呢 是老婆在裡面洗澡 公在裡面欣賞的 真的呀 我怎麼說什麼你都信呀 哈哈 你討厭 說句我洗澡了 你起死吧 你起死 還進來 你起死 還進來 過去 啊 過去吧 強哥 你說我們 要是有這樣一套房子就好 是強哥沒用 我們這些位子啊 很難埋得起這種房間 平時 至少能住過一晚呢 我以後也會好好工作 好好對你的 不會認識委屈 小哥 只要你一直對我好 不管受再多的苦 我都願意給他你 他一直對我好 張醫生 今天需要什麼花啊 哎今天有新到的香檳玫瑰 要不要選幾支啊 孩子的父親 我認識 我的孩子 跟这种人都没有关系 孩子的父亲 我认识吗 生这个孩子 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而且以后 我也会独自抚养这个孩子 不会去打搅任何人 你不说我也明白了 既然你们孩子都已经有了 我成全你们 我会跟他离婚 张医生 他爱你 他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 而且那件事情 我不想听你们之间的事 其实 他当时真的是一时冲动 是的 我爱他 可是我知道 他真正爱的人是你 这个孩子 是我执意留下的 我知道 这让他很为难 为难 他要还是个男人的话 就应该对你承担责任 跟我离婚 你们都已经这样了 我又何必还要再纠缠 我还是要再纠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在干什么快把衣服穿上起来 张姐您别急 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的时候 给您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一定是一个误会 误会 他们俩在我的床上睡着呢 那可是我的新床 还有那洗手间肯定都已经用过了 想一想都太恶心了 我自己都还没有搬进来呢 这里就已经毕竟我的二手房了是不是 张姐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根据您的损失 给出相应的赔偿 张姐 实在对不起 昨天晚上装修晚了 就睡了一晚上 不过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打扫干净 然后再一成不染地交给您的 装修晚了就可以住在我这儿吗 打扫干净就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 你们这是什么行为知道吗 这是犯罪行为 还有你们公司 怎么管理员工的 把我家当成小旅馆了 可以随便住吗 我会去告你们 还有你们公司 我会一起告 是是是 是我们管理失职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您放心您别急 大姐 那个对不起 是我们的错 求求你原谅我们吧 你以为道个歉就可以了吗 你们这些人都怎么回事 以为做错事情道个歉 就当你一切都可以没有发生过吗 我 我辛辛苦苦的工作 就是为了这个家 你们这些人 想拿走什么东西 就随便拿走吗 大姐 真的对不起 我们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不不一定不会有下一次了 我不想听你们说 走 给我走 马上滚出去 滚出去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 出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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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荒唐了 黄强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你 你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给公司的形象造成了多大的损害吗 行了 你别说话 从现在开始你被公司开除了 还有 一定要给客户一个交代 挽回公司的形象 一共10万 由你承担5万 小资 带黄强立个字据 你说你们离岛凭什么这样啊 他凭什么替你做决定啊 即便我们千不对万不对 他也不能开除你 还赔了5万块钱 这也太夸张了吧 强哥 我们真的要给吗 手印都按了 总不能抵赖是吧 那你怎么办呀 算了算了 5万块钱 我们还是给他钱的啊 不哭了啊 我们刚刚就应该去 去求一下那个姐的 他看上去也不是那种 胡搅蛮缠的人是不是 而且我看上去他心情很不好 说不定说一下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呢 算了吧 这钱没了可以再挣 工作没了 也可以再找 要是这个事情闹大了 以后 那间公司可要我呀 就是吧 好了 那不哭了 走吧 这段时间 就让黄翔给你搭把手 現在是住在他們家 等過段時間 再去城裡找份工作 你真的有話說 還真是 你不滾回城裡去 我就不需要我冷飛 爸你別把話說這麼難聽啊 事情已經發生了 就算你把他打死罵死 你也解決不了問題啊 你還沒有加給他 你哥不得就往外管啊 你們兩個在外面做錯了事情 他一個大人 就應該懂得承擔責任 爸說的兩句錯了 哎爸不是這個意思 強哥他已經很自責了 他有兩天沒合眼了 就是不敢跟你說 怕我這個招老頭應該是 瞧你說的 我是覺得自家人 你不要把話說那麼難聽嗎 嫌難聽 嫌難聽你們兩個做錯的事情 他一個男人就應該承擔了 待會我們龍圈來幹什麼 啊 這個事情如果傳回春日的話 你讓我這個老臉往哪哥 啊 我以後怎麼抬頭 哇 我跟強哥知道錯了 可是也沒有辦法呀 我就看他們誰敢 我這不是沒辦法 你們兩個就在那個裝修屋裡邊住了一小就五萬塊錢還把工作給拘大啊 我跟你們說 這五萬塊錢 不給 那那明天要是不軌這五萬塊錢 他們幹我們怎麼辦 爸我不想做了啊 你 敬禎 幹什麼 什麼命 也要討個說法 那他幹什麼啊老婆啊 別這樣別這樣你走開 讓你老婆 別這樣你請我解釋嗎 哎你請我解釋 我怎麼冷靜 你還有什麼好解釋的 你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你不知道嗎 我們畢竟夫妻一場 我不想把話說得太難聽 這些衣服全部都是你的 你拿著趕緊我走 你真的要做那麼絕嗎 你聽我說句話行不行 好 有些話 有很多話 我其實早想跟你說了 是 我事出軌了 但這麼多年 你又經過 做妻子的責任 我知道你工作 是很忙 平時從早到晚的都在忙 這家裡上上下下的 都是我在操持 我在擔任 我都四十了 我就想有個孩子 走 我 李鳳 你問了我們之間的約定嗎 我們說好了做丁克一輩子不要孩子的 現在明明是你自己內部就進入出軌了 你還想得人聽在我的身上 你作為一個男人你像存性責任你 真的 對嗎 你說個想要孩子的話你可以告訴我 或者是我們倆離了婚女 雖然這樣啥都可以 我不理 我不理 是 我承認 我們之前呢我們是說過我們不要孩子 我們只做丁克 你要知道 我很愛你 我想什麼我都順著 但我每次看到我身邊那些朋友 那些親戚 個個都有孩子他們那麼溫馨 我真的特別羨慕 我真的很後悔我跟 我跟他發生了關係 現在還有孩子我真的很糊塗 我真的是大糊塗 我跟他說了我跟他要斷絕關系 但是他他他 他他非要把這孩子生下來 夠了 我不想再聽你們今天那些陌生 我覺得很噁心 你不走是吧 好 我走 老婆你你你你你聽我解釋 你放手 明天我在明珍去等你 如果你不來我們法庭上見 老婆 出來 我已經說過很多遍了 孩子的事情我已經決定了 自從懷上他我就想得很清楚 無論發生什麼情況我都會生下他 就算沒有一個人幫我 我也會獨自把他撫養長大 小麥啊 你怎麼越大越不懂事了呢 啊 這麼大的事是你一個人說了算的嗎 你別忘了上面還有我這個當媽的 還留不上你 立刻馬上 把孩子砸了去 媽 你怎麼能這樣說話呢 他可是我的親生骨肉是您的外孫 您不能這樣無情啊 那你考慮過我 考慮過我們這個家了嗎 我是一個校長 校長的女兒未婚生育 別人怎麼看 我這老臉忘哪個 媽 說白了 你想到的還是您 您就是自私 你怎麼跟我說話呢 哪個男人 給你掛了什麼米可藥 我可是你的媽耶 不管您怎麼說 這孩子我必須生 好好好 你必須生 那行 你馬上把那男的叫過來 讓我看一看 你們馬上結婚 不管是什麼阿媽阿狗的 我全同意 媽 我不會跟他結婚 這孩子我自己生自己養 跟別人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她是生得上去最好的 她是生得上去 這位先生你幹嘛 請趕快把你的豬肉拿走 我能鬧事兒的 你買房子 不買了不買了 走走走走走 你幹嘛你今天幹嘛 你幹嘛 你幹嘛 我幹嘛 我沒鬧事兒 哼 不好意思啊先生 我們應該沒見過面吧 更談不上我哪得罪你了 如果你執意要這樣的話 我會通知警察的 警察來了那就更難堪了 等等等等 你別拿警察來呼嚕我 啊 我就一殺豬家 好 天王老子來了我都不怕 我女兒你現在住一碗 五萬塊錢啊 你這樣還有王法沒有 我跟你說這個事情不解決 我就天天在鬧 你就是黃強的老丈人吧 是他們倆違反的規定 我們必須要給客户一個交代 什麼交代 啊 什麼交代 就在這個房子裡面住一碗 五萬 哼 我看呢 他是想錢想瘋了 人家客户那個是新房 被他們倆一住就成了二手房 而且這個事情傳出去 誰還敢買我們公司的房子 誰還敢找我們裝修 你別糊弄我們龍村什麼都不懂 五星級大酒店 住一小多少錢 一千多塊錢 對不對 你們這個房子住一小五萬塊錢 你們這在這找打勒索 那照你這樣說 是他們倆違反了規定 我們公司還要賠償 那我們不是虧大了嗎 你們公司賠不賠錢 不管我的事 但是我跟你說 要想讓我出五萬塊錢 賠你 玩什麼 你現在的人都怎麼了 做錯了事情 還理直氣壯了 張女士您放心 這個賠款的事情 我們來辦妥 您就放心入主了 我們走這邊 等我 哦 你就是那個張女士 來了正好 我女士在你這兒住了一久 你要五萬塊錢 憑什麼 憑什麼 那是我的房子 我的新房子 我自己都還沒住呢 他們倆倒跑進去住了 如果患者是你的話 你樂意嗎 再說了 關於賠償的事情 是他們公司的決定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什麼跟你沒關係啊 如果你不去屋裡取鬧 他們公司會有這樣的 我屋裡取鬧 是你屋裡取鬧嗎 我屋裡取鬧怎麼來好了 你看你 穿著什麼狗樣的 我和你新的 你跟我還可以 我什麼 你誰啊你 有話咱們好好說 我是這兒的經理 您的問題 我來幫你解決 我管你是經理還是李謙 這事 你必須今天我解決清楚了 解決不清楚 我天天在鬧 一大方便我讓你賣不出去 讓他把那五萬塊錢推給我 這位先生 你幹嘛要為難張女士呢 本來就是你們有錯在先 賠償是理所當然的 真搞不懂你的心態 是不是嫉妒 嫉妒人家有錢呢 嫉妒 這 他有錢光我屁事 沒錢 買不起房 嫉妒 所以才故意來鬧事 誰說買不起房 就你這破房子 我看你是狗眼看人低 行 要不您在我們這買一套房 您的賠償 算我們的 我再給你優惠五萬 怎麼樣 行 我女婿正好買房子多少錢 啊 檢區那五萬 正好一百三十萬 一百三十萬 行 一百三十萬就一百三十萬 來 爸你就別喝了 你真的答應他了 你真的答應他了 那可是一百三十萬呢 我們上哪兒湊這麼多錢呀 爸我跟黃香賣了也湊不了這麼多錢 那個賣房子就是拿畫在機你 你說你怎麼那麼沉不住氣呢 都是我不好 我不該讓你一個人去的 那你就現在怎麼辦呀 要不這樣吧 咱們反悔吧 那五萬塊錢咱們也不要 女兒啊 爸有這麼傻嗎 啊 我真是將計就計 你想 送上來的五萬塊錢 我憑什麼不要 對不對 哈哈哈 哎呀 死了死了死了 啊 我跟黃香賣現在沒有那麼多錢 那可是一百三十萬呢 付個手付就是 其他的錢找一行賤 裝修就找黃香 他就幹這樣了 對吧 哎 可是爸 我跟黃香賣不能要 那去了那五萬塊錢 手付還是有三十幾萬呢 女兒啊 爸就你這麼一個女兒 其他的我給不來 爸還是給得了 爸 那可是你賺了一輩子的養老錢 我跟黃香賣不能要 是啊說我們不能要 看您說的啊 爸不是希望你能夠過得幸福嗎 啊 對吧 媽是怎麼走 怎麼的還哭上了啊 不哭 啊 我們要買房子了 來 慶祝一下 乾杯 謝謝爸 對了黃香 叔啊 這有一個請求 我希望你能夠點頭答應 叔您說 幹嘛走得走 我就這名一個女兒 我什麼這 老實說你們第一個孩子 能不能夠 跟著咱們行 啊 這也給我們家 留條血脈 你看行不行 我行 沒問題 爸 我 我 我不想看到你 我是鼓足勇氣才能見你的 有些事情 我必須要跟你講 我不想你們兩個因為誤會而離婚 你覺得這是誤會嗎 你覺得這些事情還不夠清楚不夠明白嗎 他愛你 是我执意要留下孩子的 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我不想你 張醫生 你不讓我說 我今天也必須要說 其實 李鋒跟我在一起以後 我感覺得到 他很痛苦 也很後悔 看到他那個樣子 我也是 我愛他 可是我知道 他愛的是你 他跟我在一起 他不會快 而我 只是單純的愛上了他 我沒有想過要破壞你們的家庭 想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孩子 然後我會走得遠遠的 不會打交你們 所以 請你原諒 李鋒吧 你不想破壞別人的家庭 當你和一個有父之父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已經破壞了別人的家庭 什麼叫為了愛情 為了愛情 你就可以為所欲為 可以不顧別人的感受嗎 我跟李鋒以前也有愛情 不要以為你這麼說就覺得很偉大 那是你自私 那是你自私 真的啊 我可真的跟女兒行啊 好像是跟著和別人逃起來的 真的呀 要不 過去看看去吧啊 要不我們一塊去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們是記憶啊 我什麼 不管怎麼樣 我都會跟李鋒離婚 既然你已經決定要生下這個孩子 那你們就應該要在一起 他應該要承擔起做父親的責任 憑什麼讓孩子來為你們做錯的事情來承擔後果 孩子是無辜的 不能讓他生下來就沒有爸爸 我替我女兒 向你道歉 走 你還準備瞞我到多久啊 你是不是要等孩子生下來你再跟我講啊 我說小麥啊 你現在怎麼就變成這樣了呢 那個小三 未婚先玉 還這麼理直氣壯的 你是不是要把我給氣死啊 你聽我解釋 那不需要解釋 現在就跟我走 走 把孩子打了去 誰也不能傷害我的孩子 這是上天賜給我的最好禮物 小麥 你聽媽的話啊 先把孩子打了 講來你結婚 你想生幾個就生幾個 行吧 媽不會害你的 媽這是為你講來著想 你如果把這孩子生下來 那你這輩子就全部完了 我已經決定了 不要這個孩子 管家內發生任何情況 我都願意承受 我絕不後悔 我說你瘋了 我說你怎麼那麼自私呢 你考慮過我 你考慮這個家了嗎 咱們是蘇香門弟 除了一個小三的女人 還有一個來路不明的孫子 你說別人怎麼看 我這個老臉忘打歌 媽 您終於說說您的真實想法了 您在乎的還是別人的看法 您有沒有在乎過我的看法 我的感受 那麼多年來 您老是用蘇香門弟來要求我 克制我 您知不知道我過得很累很辛苦啊 你只要知道 媽這是為你好 媽不會害你的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 一個單身女人帶一個孩子意味著什麼 走走走把孩子打了 為我好 為了別人的看法 來改變我的生活 這是為我好嗎 我怎麼就跟你解釋不通呢 媽 我是真的愛李鋒 除了他 我不會跟別人結婚 我也不會生別人的孩子 你要敢把這孩子生下來 那我就沒你這個女兒 你也沒我這個媽 我們老王家 絕不允許有這種道德敗壞的事情存在 媽 謝謝你那麼多年的養育之恩 可是孩子是我的 我不能傷害他 就算 你不認識我這個女兒 我要剩下的 媽 對不起 啊 謝謝你那麼多年的養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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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這個女兒 我要剩下的 媽 對不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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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您放心 我能照顾好自己 也能照顾好未来的宝宝 您一定要按时吃饭 别因为学校的事累坏身体 我给您准备了一些麦片 在厨房里 配合牛奶一起吃 很营养 您平常吃的药 我也给您整理好了 妈 您一定要按时吃药 我出租屋的地址 我会发给您 不管等多久 我相信 您一定会来 因为 您是我的妈妈 女儿等你 现在都关心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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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招聘网上 看到你们的招聘信息 所以我就过来试一下 那你对花店的工作熟悉吗 我家是农村的 不过我什么都愿意干 可不可以给我这个机会 只要你愿意教我 我可以特别努力的 那你以前干过什么工作呢 我读书成绩不好 高中毕业以后 我就没读了 就在家里边帮我爸 打了一些龙头 赶一些家务之类的 那你为什么要到城里来工作呢 你爸同意吗 我爸同意 我来城里 是因为我男朋友 在城里边工作 所以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互相有个照应 那挺好的 那你们打算到城里待多久呢 我们准备在城里边 买一套房子 然后就一直生活下去 再把我爸接过来 其实啊 我还真挺喜欢你的 可单纯 这样吧 我先把这份工作的基本情况 跟你说一下 听了以后考虑一下 其实啊 这份工作也挺辛苦的 前一步多 我不怕辛苦的 只要你愿意收留我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这次招人呢 是因为我怀孕了 我需要一个帮手 白天呢 到花店帮忙 帮我搭把手 晚上去我家的保姆 保持包住 月薪两千 店里的利润呢 每月可以提升10% 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 不用考虑了 我明天可以来上班了吗 合作愉快 欢迎我的女主人 来到新家检阅 这种挺不错的呀 待会儿呢 我重新再打扫一下啊 就不用你来麻烦了 到时候 我来就行 最近你都辛苦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辛苦 其实我工作挺轻松的 那个老板娘呢 对我也特别好 而且还给我涨工资呢 这你可骗不了我 我都知道 你最近白天在花店看店 晚上还去做保姆 我们现在见面的时间 都越来越少了 我现在不是在这儿吗 可是我们一周才能见一次 你都不想我呀 想 哎干嘛 都给他放我下来 这是我们来新家的第一次 你干嘛 我老爷 谁呀 我老爷 我障三啊 了 请坐 不错 这房子我很满意 你们说的四千一个月的租金 我也能接受 毕竟你们这是将近房 而且是新房 不过我不打算短租 要签就签一年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行 那咱们明天就签合同吧 我想尽快搬进来住 行 那您那个租金多久付呢 明天一起吧 一年的租金加押金正好五万 明天咱们就中间那儿签合同 就是付款 行 没问题 那行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见 慢走啊 怎么了嘛 小妹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我那时候一时情况紧急 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吗 你就这么不想跟我住一起啊 谁说的 谁说我不愿意跟你住一起了 那你为什么把房子租出去啊 你想想看啊 我知道 这是咱们辛辛苦苦装的房子 可是你别忘了 我们还欠一大堆钱呢 我们现在很需要钱 你想啊 这个房子一年的租金 再加上 这两年我们辛苦点努力赚钱 就把那些账给还了 这样一来 我们也会轻松许多 而且咱们俩睡觉都能睡得踏实些 那个时候呢 我就不工作了 给你上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怎么样 可是 我还是舍不得啊 这毕竟是我们的新房 我们一天都还没住呢 就要租出去了 没关系的 我们还会回来的呀 到时候呢 我们再重新的打理一下 你想想看 一年的房租五万块呢 是不是很划算 行 反正租都租了 那就听你的吧 好 张姐 你们 真的在这买房子了 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多多关账 就为了一口气 就欠了这么多的债 你们这是何苦呢 是我爸在这买的 给了个首付 剩下的慢慢还呗 那我们先走了 好香啊 哼 上午还说要节约呢 现在就跑这种地方来了 会不会太 强哥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说节约归节约 那生活归生活是不是 你说平时咱们俩工作这么辛苦这么累 那是时候放松一下 享受一下成立 你放手给什么 我们和好吧 我已经不是你老婆你别这么喊 只要我们不离婚 我们就是合法父亲 很快了 法院那边已经在走程序了 相信他们的人很快就会联系你 到时候我们法庭上见 我都已经错了 我承认我错了 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已经发生的事情 它就是已经发生了 你以为认个错 他就可以去弥补吧 你不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吗 无话可说了吧 李凤 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就应该为自己做出的事情负责任 你已经辜负了一个人 我不希望你再去辜负另外一个人 你们自己造的女 凭什么要让孩子来承担我不管 我爱的是你 我不可能和他在一块 走回去 你干什么你你放手 张力 你放手 张力 张力 小心 哈哈 感谢观看 不要因为我 你自己的 然后我 使你 我们需要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他 哦 對不起我們已經經歷了 音樂 音樂 啊 小白姐你看 不是跟你勾了兩下眉毛 瓶子來的嗎 不過我覺得你氣色不是很好 要不要再加點口紅 小妹 你去幫我找一件送一點的衣服 陪我去看一個人 看誰啊 看孩子的父親 哦 好 我去看完 我去看完 阿姨快進快進 媽 媽 爸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张丽 我是小麦的母亲 听到这个消息 我很意外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来安慰你 不过 我可以替我女儿向你道歉 对不起 要不是她的存在 你们两口子 说不定还好好的 事已至此 节哀吧 谢谢你能来 不过请你回去告诉你女儿 我不恨她 但是 我也不会原谅她 我从来没有失望 你能够原谅她 张丽 事情已经发生了 以后的路还长 希望你能够多多地保重身体 小麦 现在还在门外 我希望你能让她进来 见李峰最后一面 我知道 我知道你很为难 要是按照我的个性 我是不会让她来的 可是 她肚子怀着李峰的孩子 我求求你 让她进来 见最后一面吧 我保证 她只是进来看一看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说 我会让她喝 我会喝 哪有人 我会喝 我会喝 这就没喝 有点 我会喝 熊 只不请你 不可以喝 我会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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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 那 这边 我会喝 我会喝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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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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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ści van 李楓 我帶你兒子看見來了 你可以安心我